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第一房锦利原本就不充足 结果现在竟然还要分配 人力去看守赖清德的老家 难道不会造成人力的负担吗 而且赖清德老家 现在是归在他儿子的名下 如果赖清德真的觉得 有必要要请人帮忙来帮他看房子 为什么不自己出钱去请个保全人员呢 陈老师怎么看 老实讲 我觉得赖清德的个性就是 他想要享受特权 好不好 老实讲自己去请人来看那个房子 也不是什么大钱 但是他因为之前那个国安特勤 被人家叮了之后撤掉 那现在 我觉得他有一点脸拉不下来 那我觉得很荒謬的就是 在他这个赖皮聊的事情 你知道吗 那些民进党的侧义还在那边讲说 如果我们继续批评 我们好像就不注重什么矿工的人权 是吧 但是不要忘记 2007年2008年的时候 就在他老家附近大概一公里左右 有一个叫做坎角村 一群大概一千多人的矿工 他们的土地被国家标售 然后就去找赖清德 那时候赖清德是执政党的立法院干事长 那个立法院党团的干事长 而且买土地的人去居民说 也是新潮流的 所以老实讲 那个时候赖清德是完全有能力 来协助那一千多户 跟他一样是矿工出身 但是比他遭遇更悲苦的居民 但是赖清德有做吗 没有 他完完全全武士这些人 所以赖清德他个性就是 他爬到一定的位置上面之后 老实讲 我觉得他是有一点想要摆脱 他从前那个贫苦的那个出身 只有选举的时候 被人家叮的时候 才会拿出来用 那其实我觉得他撤掉国安特警 然后现在又看到警察 去那边的这件事情 有点被我害的 就是还记得 大概是一个多礼拜之前 我曾经去那边贴上了一个 叫做杀不孤者得不祥淹的一个布条 在他的赖皮鸟上面 我这句话呢 事实上是引用莫子的法医篇 那那个内容就很清楚 就是说你残害了无辜的人 那你就会遭到不幸 你就会得不祥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方面我当然要凸显他残害无辜嘛 第二个我就是想要去破他龙穴 我希望这句话能够传到赖清德的耳朵里面 我那一天去你那边就是要破你的龙穴了 所以我还在那边弄朱砂笔在那边点那个字 我最后还念了那个太上老君的感应篇 事实上那是道教他的做法的一个一个弧路 那其实我觉得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谈这个迷信 但是问题是赖清德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迷信的人 我那一天的做法我就是要让他进退诗句 让他觉得他如果不找人去雇 会有人坏了他的风水 那找人去雇 又好像又会被叮 那现在果然他还是找警察去雇 那我觉得赖皮鸟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凸显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台湾的人权是不等价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当高官 什么错的事情 他都把他拗到对 然后拗到要争取全民的同情 但是我们这些一般老百姓 我们却被他这种高官这样糟蹋成这个样子 那台湾的人权不等价 其实还不只是官跟民事件的关系 还有商跟民事件的关系 像是我在处理很多土地的掠夺案 老实讲这个政府就是把老百姓的土地抢过去 告诉老百姓说 我们会比你们一般老百姓更善于利用这些土地的价值 另外一手把同样的那块土地都交给财团 然后再告诉我们说财团比我们政府更善用这些土地的利用价值 所以这整个套起来 他告诉我们这叫公共利益不是好吗 这个叫做人权的不等价 台湾的人权 民进党的官又高于我们 然后呢 商又高于一般老百姓 然后有意思的是 北部的老百姓的人权 其实是高于南部的老百姓的人权的 因为我们在南部我们长期被民进党统治 然后有那么多人 那个无怨无悔 纵算杀人犯 我只要他们讲那个什么 那个捍卫主权柱子之类的 然后大家都要投票给他们 我们的南部的这些乡亲们 我们就是韭菜啊 所以我们的人权当然比北部的人要来得低嘛 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期待的 就是我希望看到南部同胞的翻盘 因为大家想想看 没有错在选举的时候 大家都会非常非常激动 继续约场合 我们希望选出一个圣人 一个救世主 台湾有这种政治人物吗 别想了好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想清楚 在台湾 我们选出来政治人物 最好的是什么 最好是我们可以监督的 而不是期待一个什么救世主 所以我们应该把政党跟政客当作我们的工具 那我们这次选举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下架民进党 不要让赖青者这种 去当上隔魁 然后造成得不配位必有摘殃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我们有这种 把政党政治人物当作一个工具的想法之后 我们的目标就是政党轮替 那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够更善用这个选票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对 哦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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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